各位朋友大家好,在我们老家西安有一种特别有名的小吃,叫赞糕,它是一种甜食 这个赞实际上是一种底部带眼的大锅,这锅到底有多大呢? 它一次就能做出好几百斤的赞糕 这种锅很早以前就有了,至少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所以这个赞糕就是一种历史特别悠久的名小吃 我们一般都是把它当做早点来吃 今天我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我们家庭的这种条件下,怎么样做出赞糕的方法 做赞糕的原料很简单,只要三种,糯米,大枣,还有云豆 这个糯米和大枣我就不说了,很容易找 关键是这个云豆 以前我都是从超市里买了这个云豆,又是泡,又是上锅蒸 但是总感觉到特别硬 那会儿呢,我正在一个地方打工 我看见啊,从加勒比海来的那些工友啊 他们的米饭呢,是豆米饭 里边是掺的豆子 我一看那豆子啊,特别像云豆 一打听啊,果真就是 但是他们的这个云豆啊,是直接从超市里买的云豆罐头 我呢,就去买了一桶拿回来一试 结果发现这个豆罐头真是太好了 因为它已经经过了高温高压 已经变得又面又软 而且这个豆子呢,它里面还带了一点点盐 正好中和这个赞糕的这个甜腻口味 是赞糕变得特别的鲜美可口 比以前的味道还要好 我们只需要把罐头打开 把豆子呢,拿到水管清洗一下 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 而这个枣的处理呢,就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用刀 把这个枣糊呢,把它剔除出来 就可以用了 我们的原料呢,就备齐了 现在呢,我们就准备上锅来蒸这个增糕 锅呢,里边放一个支架 找一个比较大的碗 然后放在里头 这个增糕呢,因为是分层的 首先第一层呢,我们先铺一层姜米 下面一层呢,我们均匀的铺上云豆 然后再均匀的铺上一层姜米 每一层尽量均匀,不要太厚 下面一层呢,我们就开始铺一层枣 然后我们再铺一层姜米 在最上面这一层呢,我们先铺一层云豆 最后呢,把这个枣也铺上去 所以这层呢,既有云豆也有枣 因为这是最顶层 然后浇上凉开水 这个水呢,不要太多 只要刚刚没过这个糯米就可以了 这个增糕呢,需要蒸的时间比较长 一般四五个小时,或者五六个小时 那增糕蒸好了以后呢 我们要用铺子来把上面的枣泥和云豆 然后把它均匀的抹平 在这个陕西的这些所有的小吃里边 我最爱吃的不是羊肉泡膜 也不是肉夹馍 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蒸糕 我还记得第一次吃到蒸糕的情景 我大概是五六岁 有一天呢,我老爷领着我出去散步 那天天气还挺冷的 他把我领到一个小摊前面 那个摊呢,就支着一个特别大的锅 那个锅比我都高 然后呢,他给我买了一碗蒸糕 当时我就觉得我吃第一口的感觉就是 感觉到我整个人都融化了 可能孩子呢,都是特别喜欢吃甜的东西 所以当时我的印象呢,特别深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